就會出現這麼荒謬的狀況 這麼荒謬的傾向 看到沒有 你看這些重機 如果去停機車格的話 可能不用一半的空間就可以全部停完了吧 電池口 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辛苦辛苦 不太OK 不要塞太遠 我來看電影喔 是有看哪一部 還沒決定 現場決定就對了 哈哈 都一起這一台 還有另外一台 只要騎這個啊 這台嘲諷好不好 對啊 所以等一下有約有約看電影嗎 沒有 還沒定調 只是過來暫停車位而已 好 等一下去買票 你要停到幾點 我停到12點吧 停到12點而已 對啊你要停到幾點 傍晚人跟著我 我等一下坐比亞利回家 幹這麼屌 感謝 那個 校長今天提供他們家的 Tryden 620出來 站位 要賣了 天保拍拍 有沒有人要買 不然這裡 要看車自己來看 真的喔 你要做一個出售中的牌子 汽車應該幹爆了 他們說的那個 聽管說打電話了 打什麼 通報吧 通報 通報有人停車 哈哈哈哈 通報停車也太好 對啊 對啊 不然我怎麼講通報有人停車 哈哈 打的是接電話 很期限直接傳過來 就那一個喔 對啊 那邊有冷靜 那邊有冷靜 你們現在聊聊的啊 對啊 你好 嗨各位車友好我是教室 那我現在 人在台中 星光山月 旁邊的 彗星騎車場 你看到現在這麼美的畫面 沒錯 我們就是發起了一場邀請車友騎車出來看電影的活動 然後呢因為我們是優良的台灣交通公民 所以我們要騎車遵守交通部說的摩托車 重營機車就是汽車的規定 所以我們當然要把機車給停在汽車庫裡面 你可以看到這個叫做汽車 這個叫做汽車有沒有 看得出來嗎?這個就是汽車 有沒有覺得很荒謬 是的 非常感謝今天這麼多車友出來響應這個活動 讓交通部看一下他們把重型機車當成汽車之後 會是什麼樣的光景 今天大型重機 你為什麼又說它可以停汽車格又可以停汽車格 是很貪心的事情呢 我知道很多人的疑問就是覺得說 重機不是很大台嗎? 那我想請問你一下 我隨便舉一台 你覺得這個有很大台嗎? 你覺得這個401有很大台嗎? 你覺得這個XMAX有很大台嗎? 對不對? 那你如果說很大台的話 那你再看一下 NCR有很大台嗎? 那 RIV4 Mazda 3 R7 這個是汽車 這個也是汽車 你腦子有病嗎?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去爭取開放讓大型重機可以去選擇提防汽車格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其實大型重機的大小真的沒有像你們想像中那麼的大台 好嗎? 你今天強制統一所有大型重機都只能夠停汽車格的話 你看到的局勢就是像這樣子 就變成交通部去強迫我們要去跟汽車發生衝突 就是因為我們不是不想要去停汽車格 我們也不想要浪費停車空間 但就是我們被交通規定給限制住 我們就只能夠停汽車格 所以就會出現這麼荒謬的狀況 這麼荒謬的傾向 看到沒有 你看這些重機如果去停汽車格的話 可能不用一半的空間就可以全部停晚了吧 那如果你把我們當汽車就是這個樣子 所有進來的汽車通通沒有位置停 你覺得這是你想要看到的嗎? 交通部你覺得你很喜歡看到這種民眾之間對立的樣子嗎? 所以真的必須要去開放讓大型重機的騎士 可以選擇提放機車格的權益 今天如果說你車很大台你停不下去機車格 那你停機車格這個無口厚非 你就繳汽車費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接受 但對於更大多數只是想要騎車通勤的人來講 選擇機車格不但方便 還可以降低車位的浪費 那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民眾之間的衝突 這樣子不是多贏的局面嗎? 那為什麼你就是一定要搞得像這樣子 你看 汽車進來沒有位置停啊 多可憐 那這也是我今天會想要辦這個活動最主要的原因 讓交通部的人看一下 把大型重機當成汽車是多荒謬 多可笑的一件事情 交通部好好地思考一下吧 好嗎? 那感謝我們的佩雲議員來這邊替我們聲援一下 也謝謝教室 哈囉哈囉 其實因為最近我不管是在議會 或是持續地在跟停管處協調 大型重機在停車的這樣的一個權益 而我們也發現其實台中市政府在對於所有名字上面 還是保持著非常錯誤以及傳統的觀念 所以我覺得也要持續地長時間地去跟他們去做討論 以及協調出最好的一個停車的方案 必須要說我自己覺得大型重機它只能去停汽車格 這是一個很浪費停車空間 也很浪費效率的一個方法 那我想今天教室這一個活動 就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直接結果的展現 未來對 未來我們也會持續地去推進 而當時候質詢的時候 我有就是擺圖片的比對 也發現呢 其實很多官員局處的長官也對於大型重機 感覺就是很大的台 或者很笨重的這樣一個名字上面 還是保有的 所以我們也持續要跟他說 其實標準的汽車格 就可以讓大多數的大型重機去做停放 謝謝大家今天來參與這場活動 感謝我們的配音議員 趕快跑過來這邊 大家持續努力 OK 謝謝 謝謝 我是覺得沒有必要去限制說 你一定要停在汽車格 到底有沒有必要去限制這些東西 我覺得很奇怪 而且你看這種車真的跟阿蘇白牌那種車比起來 也沒有大台到哪裡去 憑什麼 我們一樣是台灣人 一樣是用路人 為什麼不要被限制這麼多 沒錯阿 這是蠻異類的 強迫我們要去停汽車格 是很詭異的事情 對對對 像我吃飯就不能吃麵 不能吃汗飽 我可以買汽車 我可以買機車 我也可以騎腳踏車 騎U-Bike 對啊 都已經那麼多元了 其實就是 他們沒辦法去突破一個思考框架 對 我們就是這個大小而已 要讓我們去停汽車格 對啊 對阿 同學要問一下 就是你們對於 重機只能夠停在汽車格這件事情 你們有什麼樣的想法 不所謂阿 反正我們是手法很公平 真的嗎 那如果可以停汽車格的話 你會想要停嗎 對阿 個人是不太建議 因為 對 對 比較適合打的那種車 拉出來的話 可能回到 都不知道算誰 那 如果說今天你只是 講求代目點的方便 那你不care 你車被掛的話 那你會不會樂見 騎車格可以停放這件事情 當然可以阿 對阿 所以其實講白啦 我覺得 正反兩方的意見都有啦 也許你這位 他覺得說 就是想要停汽車格 因為他不想讓他的車被掛 但他願意付出他的騎車騎車費 是合理的 但是問題是 我們今天要爭取的是一個 我們同時也可以去停放騎車格 因為這叫做選擇的權利阿 對 我覺得我們現在是在自由民主國家 其實要選擇選擇東西阿 你可以 看你自己的需求去停放你需要的位置 我覺得這是很合理的吧 合理 所以也感謝你們今天 特別出來 響應這個活動阿 好的 有看電影嗎 有阿 漂亮喔 慢慢看 好的 謝謝 這個牌子還蠻 這個牌子還蠻諷刺的阿 對 警察來了 我們說我們是正在 正在從事停車活動 沒錯阿 哈哈哈哈 對 停車活動 看到沒有 我們現在是在從事停車活動 沒有錯 所以沒有那個喔 沒有違法喔 對不對 對 最後還是要感謝每一位願意犧牲時間替自己權宜站出來的車友 在這個大環境就是不利於我們的狀態下面 每一個願意替自己站出來發聲的車友 就會是每一個能夠推動改變的力量 我們能夠發現很多民眾已經被洗腦得很成功 覺得政府怎麼規定 我們就怎麼遵守 面對這種已經放棄思考能力的人 我們也只能夠用實際的行動 來讓他們知道政府定的這個規則有多愚蠢 也許有一些大型中級的車友會覺得說他們不想要停機車格 因為怕刮還是怎樣之類的 但是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我們要的不是什麼特權 所以請不要去規劃什麼專用停車格 專用停車格其實對整個大環境的危害是大於利益的 因為我們的停車空間就已經非常有限了 你還要去規劃這種浪費空間的專用停車格 這個只是在讓停車的環境變得更差而已 無業的解決之道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開放讓大型中級的騎士可以選擇停放機車格的權益 讓使用者自己決定你要去停那種車位 試自己的需求來去選擇你的停車空間 這樣才能夠讓整個停車的環境得到改善 不要決定說重機想要可以停機車格和汽車格是很貪心的事情 你會說一個人同時會跑步跟游泳是很貪心的事情嗎? 大型中級的尺寸就是有大有小 所以你不可以用一套標準去限制全部的車種 都只能夠放汽車格 開放重機選擇停放汽車格的權益 就是對台灣這個已經飽和的停車空間 做出最正確的事情 還是謝謝每一位來參加的騎士 自己的權益真的只有自己能夠站出來爭取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